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同家饭汤的老板西瓜 跟我们的老板娘 JenJen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两位好 大家好 很开心耶 在我面前的 其实是两位直播主 然后呢 直播主那是因为 就是说 我们卖同家饭汤 卖到就是说 真的很多人支持我们 可是这个是当初完全想不到的 因为你是走那个七头狼的路 对不对 对 走那个七头狼的路 然后走了 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卖饭汤 几岁 我算27 27 27 现在已经卖多久了 现在30岁 现在31岁 这三年 这三年的变化很大 而且有遇到疫情 对不对 有遇到 嗯嗯嗯 有遇到 然后 该怎么说 那个饭汤它其实是我们的阿嬷 阿嬷 阿嬷有卖过 阿嬷有卖过 然后 反正 反正一定 因为我想小时候的提议 就是阿嬷有卖过 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步骤 那下一个步骤在干嘛 在干嘛 可是 那时候还要经过我们自己的研发 没有办法 一定可以煮出阿嬷的味道 只是要研发 要想说 那时候是怎样 因为那时候没有认真去学过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其实刚刚也没有讲到很深就是 因为 节目有关系嘛 我们就是要剪短 就是还会去研发 就是到最后才会 没有办法复制到跟阿嬷的样子 可能阿嬷的样子是属于那种 阿嬷的味道它是属于比较 不是比较重 就是那种 可能我如果做15年的 做20年的 我就会有阿嬷的味道 你懂我那个意思吗 就是老人家嘛 就是老虎亚的家乡的味道 OK 可是这个其实要很高兴 就是我们的那个老婆娟娟 她真的吃你的饭汤 她觉得好吃 然后是她的点子说 那个 不然来卖饭汤好了 对不对 对 谢谢老婆 真的要谢谢老婆 对 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然后该怎么讲 都是要还债 真的 然后真的被债追着跑 可是真的到饭汤这个 你才觉得说 别人啊 包括那个JenJen 曾经你也有觉得说 不然就要做夏军 因为遇到疫情 对不对 可是这个时候 反而是你自己觉得说 你投写下去了一定要继续 那时候我在想 那时候我在想说 那 都做了嘛 店面都开了 我跟你讲为什么好不好 好 那时候 真的让我撑到现在的原因是 她的招牌的名字 是我 是我的开头性 就是我奶奶的开头性 是 我想说这个 不能讲 这烤起不像烤烘的 因为我哪个名字 我说这烤起 这又倒了 因为工作 我不想做 我不做了嘛 我不想做你 你怎样 原来如此 因为那时候 我那时候彭家饭餐 我那个 因为我的招牌很大 我很怕人家没有看到我的招牌 那时候我什么钱都没有花 我都把他 招牌 我说他招牌花最大 招牌比店面还大 OK 招牌 我很怕人家没有看到这是招牌 在干嘛 那时候想说 就是要 要在招牌那种感觉 那时候招牌弄得有够大 结果还是生意不好 那时候还是生意不好 然后那时候想说 挂一个彭家 因为我最想要一个家嘛 那时候就挂彭家 因为那时候不可能叫阿嬷的名字 因为阿嬷的名字太耸了嘛 那时候不可能 那个属阿嬷的名字 我就想说彭家就好了 对那时候名字是这样 然后最大的 真的可能是 因为 因为那刚好挂上我们彭家的名字 而且我那时候想要 光中药厨的那种感觉 所以会看多那种 非常励志的东西 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要 谢谢老婆 因为彭家挂上去 之后是因为餐车的关系 因为疫情就被 你那个店没有人来嘛 然后可是你餐车出去 才让更多人吃到你的东西 可能没有疫情 也没有客人会来 我在想 如果就算没有疫情 可能也没有人会走到家哪 因为没有人知道啊 因为你乡下嘛 你乡下 就算有人知道 因为我是开车交换 人家都要在镇内吃一吃 谁要 租金比较便宜 租金 因为谁要来你交换是 可是这种 所以我们就想说 人家不来我们自己出去 是你真的很聪明 然后就就开始 就用老爷车开始载着 饭汤 载到你会觉得很快 那个饭汤是后面叠到 你会看到车头是快要翘起来 快要翘起来 就后车先来后座 啊新老师新老师 因为我车子比较长 比较长的车 老爷车比较长 我就说是这样起来的 嗯 那个原则上真的是很忙很忙 对不对 忙到就是只能跟客人说谢谢 然后所以才有这个机缘 就是可以直播吗 应该是说在乡车上一开始还没有很忙 到真的到很忙的时候 就变成说没有人情未在 OK 就只是为了利益在谋生 不是我想要的 是 然后之后我想说 那我到底要去跟客人聊天 因为文字没有文度 嗯哼 所以我讲可能 因为我讲话很实比较脱险 嗯哼 我说不说我就说啥 可能就是人家会觉得我会得罪到他 可是我又不是那种意思 但是我说的就是这样嘛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我得罪到他 嗯 可是我都会想说我老婆我这样说的不行 可是我就不是这样 但是他不了解我 那我怎么想说 因为人家都是看了我的故事 而来跟我买的 都是奶奶的 奶奶的级数 嗯 我奶奶 我说真的我的 也有年轻人 但是如果说比例的话是 中老年人比较多 年轻人也会有 就大概我这个年纪 比较17 18岁不会来跟我买 这一定是这样的 然后 我想说怎样跟那些中老年纪的人去聊天 我说 不然你就做直播 那时候直播也没有很流行 就是很频繁的就做直播 那时候做直播就可能开始直播跟大家聊天啊还是怎样 我想说那我在做直播过程中 如果我又可以卖了一点东西 因为总是上去聊天也不对啊 总是上去聊天 聊到久也不知道要聊什么 因为自从开始有人卖货聊得天 事情更多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介绍产品 你要这样去跟客人讲解 然后我会卖的东西都属于那种 家庭比较适用的 就是可能家里都会租得到比较 也有高单价的 就是会去跟那些奶奶 因为我喜欢跟奶奶聊天 因为他们都太像我的奶奶了 就是完全很多人都是一模一样 我不知道是老一辈的人都长得一模一样还是怎样 我都会觉得 就他们好像都长得很像 就只是如果只是趟一个卷卷的头发 我觉得黑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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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真的好多好多 然后他看我们餐车在哪里他们就会 有的会自己做便当 有的会买吃的还是一定要 但我觉得其实我都觉得 就会 我跟讲很多很感动的事情都是在这里萌生的 就是他们会可能 我的餐车是可以 我们餐车打开我们是可以遮雨的 我们两个人 但是我可以一排人 鲍鱼 他们就是叫到一半鲍鱼 他们必须得淋雨 他们就还是在淋雨 还是在等 那些奶奶70几岁 他就让他淋 他可能排到最后 他是最后一个 淋到他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湿了 他看到我的时候 还是 他看到我的时候好开心 因为我都在想说 为什么可以让人家排成这样 对 可以让人家排成这样 为什么到底是什么魔力 我觉得你年轻气盛的时候 你觉得朋友很重要 对不对 可是那些朋友啊 就是可能就是走另外条路的朋友 那 变成说 你真的也有思考说 朋友一群一群的 那 我们要怎样 就是像爸爸会觉得说 我们要交另外的朋友 或怎么样的 可是你后来这样子 真的把这个彭家饭堂做起来之后 你发现 你跟老人很有缘 而且他们见到你就是那种最小的 就小小的那 然后就是 跟他们最有缘 他们就是会那种 聴孙的心情 就是会来挺你 就是 就是 因为我跟他们很有话聊 因为我都 因为我很喜欢闹他们 没有 就是还是小时候那一套 就觉得很像在闹我阿嬤 就还是会闹他们 好 我阿嬤已经穿得漂亮了 你 常常跟一个男朋友在家里 常常就去打 我因为我爸阿嬤就是这样 说没有啦 怎么有啦 你还说他们很漂亮 他们就会很开心 我喜欢看那么开心的样子 因为我小时候没有跟我阿嬤说 你很漂亮 小时候就是 比较不会讲话 然后长大了 就知道 我就 因为我跟妳讲 应该是 有一段过程中 我没有跟我奶奶讲过话 因为我们被关 然后在执行的时候 我就 没有 没有办法跟奶奶讲很多话 但是 这种出来的时候 会跟老人家 反而比较有话 OK 因为 也不是说他们懂得多 他们就是看到我们 他们就是很开心 就这样 就像 他可能 他们可能就是 在台中 他们可以自己骑摩托 到了商话 来找我 哇塞 OK 好喔 我真的 从你刚刚讲说 那个有走到就是 七头人这种啊 跟你那个 我现在看你身材快快的嘛 你其实还被霸凌过 对啊就是小时候 真的不无关系 对不对 很多人 应该是 那时候说是身材 还是那时候 胖 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的霸凌 就是胖 又被欺负 不然你就是 不然你就是长得 比较好笑一点 就是会被欺负 就是可能 戴个眼 因为戴若 戴眼睛那时候 有被欺负啊 还是 反正如果那时候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那时候 那时候的霸凌是 你太胖 会被欺负 你 你太 就是你太弱小 也被欺负 你太 你太那个 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想我想想 就是可能你 太孤僻 也会被欺负 没错 然后霸凌一次 人家第一次 知道你可以被霸凌 不敢讲嘛 就会一直霸凌你 然后他说我也是被霸凌 到最后 到不了 那 反击吧 是 是 反击之后 你怕我了 嗯哼 那要换我得逞了 嗯哼 那你会怕我 怕我霸凌你 变成这样 就变成这样 就你怕我一次 就够了 嗯 之后我们那时候 我是不会去欺负的 就是你不会再 你不会再欺负我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你比我凶 我就比你更凶就好了 嗯哼 对 反正我 大不了我命运就没了 因为我把生命看得 云淡风轻 OK 那 你把生命看得云淡风轻 可是你自己真的做过很多的工作 然后要还债 那些工作这样做起来 那个煮饭这件事情啊 做餐饮这件事情 一样回到你刚刚说的 就是因为你顶着那个棚家 所以你就是 就是能够坚持煮下去 应该是说你开心做 跟你做别的工作不开心做 了解 跟你有没有兴趣 OK 因为我的兴趣很喜欢 通常一般的厨师还是什么 都是非常有故事的 是 因为 他们什么都不 对 毕价 我们喜欢看人家 把东西全部吃完的样子 满足 是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成就 伟大的一个名人 但是我们可以成就说 你吃一饱一顿饭 吃得很满足 那我就开心了 那我的成就感就从这边来 因为做这 要煮东西吃是非常要有 就煮给人家吃 如果人家吃的 全部吃光 你是有成就感 然后成就感 是一直累累而来 是 到最后就做这件事情是开心的 你送Fu Panda 不会开心 谁马都会骑摩托车 对不对 谁都会骑摩托车 但是谁会煮饭那就不一样了 真的真的 这是靠自己的想法跟意念 因为 因为谁马都会 谁马都会跑Fu Panda 谁马都会开机程车 谁马都会开车 那时候我想法就是 那我就不如 那时候就有兴趣嘛 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因为你有兴趣 你才会想要做下去 所以你不管是 不管是创业 你创业的过程中 一定是从兴趣 找到快乐 OK 可是到最后 会从快乐 走到 不快乐 我现在是 我现在属于不快乐的人 为什么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我压力更大 我很想要 我回不去了 我现在变成很多事情 我做不掉了 我现在变成我 很多事情我完全做不了 就是我做不了的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时间陪我老婆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时间 我没有时间可能去 跟我 怎么讲 我可能没有 我没有时间就是 像之前这样 有时间去陪家人 还是 还是 干嘛 然后 现在压力又大 因为我想说 之前我会想说 我那时候跟我老婆 两个人全家保 是 不一样 可是现在变成 我两个人保 不行了 我后面太多人 要跟着我一起保 因为我每个身后 每个员工 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家庭 是 所以我不能停下 有时候 有时候我想要自己休息一天 我休息 我就觉得我全身蚂蚁在 在找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对不起谁 对不起我阿妈 对不起谁 对不起我妈 就是我休息一天 我连休息一天 包括我现在坐在这里 我都觉得 我想要回去店里 OK 因为就是想要 习惯了 因为我会怕他们 没有我不行 因为我会觉得说 他们应该 放不了 就是 你没有办法想说 我现在随时想 想要干嘛 就干嘛 没有时间 所以我现在最后一题要问老婆 娟姐你觉得那个老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他本来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吗 虽然他气头狼 可是并不表示他们没有责任感 反而他们的责任感更是 你从你的角度观察 你觉得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当生意成功之后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这个我这样突然讲不太出来 就是 就像他刚刚说答 本来就是 就是回归了 原本正常的生活 对 OK 反而就是在这个当中 脚踏实地的生活 对 OK 那你之前给他出的难题 500块 让他去买菜 他现在应该可以买更多了 现在 现在如果500块 他现在应该可以买更多 100块钱 是商人 反而我从 不懂 因为我是骗到大 被 从这三年 我不知道被骗了多少钱 不知道被菜市场的阿姨 骗了多少钱 但是 我们不要学去骗了 但是我都会知道他搞什么鬼 一定会 一定他们都在搞 我都知道要不要干嘛 我说 这又不行 我在吐跑 我现在500块 可能可以买1000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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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我看到他们是那种 小打小闹 阿嬷 因为我 我看到去菜市场 我会看到阿嬷 就 可能他在那边 阿嬷 我就很喜欢 那种 因为他叫他 当你人员叫他的时候 嘿 然后 那个东西就便宜了 就便宜了 你就那个东西就便宜了 反正你就 要有力嘛 因为 因为你看到他们 我如果看到客人 可能 看到后面有四五个客人 如果那个我认识 我就大声 阿嬷 你今天就来阿 他就开心了 他就非常的开心 因为 我喜欢看他那么开心的样子 他开心的时候 因为 菜市场那么多了 你只叫他一摊 他就 喔 帅主啊 好有面子 面子就来阿 面子就来阿 阿 菜鸡要吃吗 阿 不要再开 菜鸡我哪有打开 他就这样子 我说 不要再开 他就笑出来了 他就笑出来了 因为我想要逗他们笑 然后他们笑的时候 他们就会给我们 可能 我们不是要掺哪便宜 因为我有时候 煮饭当主人 我也是会请他们吃 因为我是知道 报恩的人 因为 讲真的 一路上我遇到非常多 非常多的贵人 一定有遇到 有鼓励的阿 有 有 讲真的 真的没有人 禁援我 真的没有 就是我老婆跟我妈 是 女大俑者 这两位 有 因为你在这段过程中 一定要需要钱 嗯 但是他们两个也被烧光了 真的 真的 讲真的 人在最谷底的时候 才有办法反击 因为 因为 当你一通电话 你一毛钱都接不到 嗯 你 才真的知道 你的手做出来才是真的 我非常感谢那时候 我妈 我老婆 还是谁 他们不管他们两个有没有钱 我都不管了 就是他们 我们家刚好被我搞到一无所有 我很感谢那时候的我 我这次感谢那时候的我 因为 如果我没有当下那时候的我 没有现在的我 是 如果我当下没有那么难过 那么难堪 没有 绝对没有现在的我 因为 我不喜欢被 在走过走回那样 被看不起 还是 完全没有 走投无路的日子 而且那时候我跟我老婆 吃东西 是 这个东西 煮了一大锅 嗯 三餐吃 三餐要吃这个酒顿 嗯 我 我可以 我老婆不行啊 我老婆她不行 她认为不吃啊 我说我可以吃啊 也就是这样子一直一直这样 这样过 我们也是走过来这样子 今天真的非常的感动 可以邀请到彭家饭汤的 老板西瓜跟老板娘娟娟 可以聊的真的非常的多 然后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直播可以看到你 然后最好的就是 希望你的那个大牌长龙的那一条 有更多的就是如果说今天是失智的或什么的 就我所谓的失智就是失忆的人 对 她去排那个 然后跟你接触 你的那个正能量可以传递到她 对 对其实我也是被 真的 我也是被 其实正能量它是会传染的 它真的会传染 因为爱会循环 对 因为我曾经也是被 这个社会不被接受 是 但是我们到时候被接受 所以 曾经人家给我们机会 如果我哪一天我有机会 我也会给人家机会 是 是 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手掌向下 给人家闻 对 就是我们有时候 这个题外话 反正就题外话 因为 我们有时候有去送爱心 可是 这件事情我跟我老婆做的是 非常快乐 嗯 因为 我们两个当时曾经没饭吃 嗯 我们会想说 啊人家如果没饭吃 没怎么 因为我们两个亲信 双 好手好脚啊 还是 再怎样没饭吃 我们就是 出去找一份 外 就是打工的 可是我会想到 哎呀 那种 真的 不然走路的 那种要吃什么 我们就会去送 有时候我们还会出去做公益 我们还会环导去做公益 环导 都会去做公益 其实 可是这题外话 因为 有时候 这如果捡进去 涼面 有时候会被恭喜 我这个是题外话 这个饭是题外话 但是还会做公益 这样 是开心的 嗯 好再次谢谢彭家饭汤的老板西瓜 跟老板娘娟娟 就是 有这个缘分 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镜头 跟大家说 这个彭家饭汤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到了今天 希望 之后可以有更多的就是 跟更不一样的人 结善缘 真的 再次谢谢你们两位 接受我们的战法 谢谢 谢谢